保罗说在泛滥中还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泛滥生忍耐 你说忍耐有什么用 一只人一只人饿死了 一只人一只人苦死了 我告诉你 忍耐会产生另一个果子 泛滥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什么叫老恋 现在很少人用老恋这个字 老恋又恋干净叫做老恋 老恋是一个在各样的反省中 有把握战力的 不随便跟随风吹雨倒的人 老恋的人一个懂得怎样 应付各样的困难 一点不急不忙的人 老恋 因为他已经很老恋 老恋不是老奸巨发 老恋是因为已经老经验了 所以变成一个不会随便动摇 很有稳定根基 很有把握或下气的人 这叫老恋的人 泛滥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有的人一直老鼠过去 哇 打叫 还有的人原子弹 打叫他说 什么事 为什么有人一点小事挂挂脚 为什么有的人天塌下来 他都很稳定 因为老恋 有一次邓小平在美国演讲 不然间听众乱成一团 有一个人拿着箱 跑进去他演讲的地方 要射死他 那个时候美国警察紧张得不得了 他们就在这里围着 那个人就推那个人 那个人就跟他争 整个乱成一团的时候 我去注意看邓小平 他照样演讲 动都不动 眼睛瞪向那个人 继续演讲下去 我这一点很佩服 我不是什么都佩服他 我就是这一点很佩服他 你知道我们很多人 自己没有经验 还批评别人 我们的仇敌 很多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友 是一个非常镇定的人 因为经过苦难 经过磨炼 然后懂得什么叫忍耐 忍耐久了以后 他感到连忍耐也算不得什么 他就变成老恋的人 泛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以后就生盼望 奇怪原来盼望是这么生来的 怎么会这么有盼望呢 但很多人说不可能 不可能 不要紧 等着看 有可能 我常常看到 我最难同工的是两种人 第一 心地宅小的人 什么都计较 什么都问一点点厉害的官司 就跟人家吵架了 心地宅小的人 我不愿意跟他同工 第二 消极心态的人 我不愿意跟他同工 还没有讲说不可能的 他会说这个不能做的 那个不能做的 我说我听你们这些话 我一事无成 这一生 我就是这样子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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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直仰望上帝 一直仰望上帝 上帝使我做的事情 一件一件成功 有一个今年73岁 比我小两岁的人 对我说 陶牧师啊 我注意观察你四十年的事丰 他四十年前第一次参加我的聚会 就开始注意唐聪隆这个人 这个人是上帝的仆人 这个人做传道 这个人要做什么 他就开始注意 这个大概四年前 他就讲一句话 我注意你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你想做的 都是很难的事情 几乎没有人感到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我青年四十年看见 所有的困难后来都克服了 神都给你胜过了这些困难 阿们 不在乎你有多少能力 在乎你的主怎样引导你 你的主怎样印证你 主怎么赐福给你 我们礼拜堂建好的时候 那个礼拜堂的高度比天南门还更到十多个公车 我们那个十字架放在 那个它的上面是六十六公车 我是记得 为什么 因为圣经六十六本 我把耶稣的十字架放在 十字架就等于全本 圣经的中心最高峰的 就是上帝儿子的十跟他的五 用十字架做记号 当我们把十字架放上去的时候 加卡塔分五六个城市 加卡塔整个加起来叫做加卡塔省 a province including five to six cities inside 我们是市中心最重要的区 在市中心找到一块地匹 建立一个大礼拜堂 然后把十字架放在六十六公车 差不多等于现在房子的二十二层楼高 一个层现在的公寓是三公车 六十六公车高 上面的时候 神长说不可以 这是回教国家 回教一看见四十字架放得这么高 他们就起恨起乱 然后就对你们很不利 所以请你拿下来 我派我的人对他说 我不拿下来 他说我们请你拿下来 为了整个市区的平安 为了回教徒不作乱 请你拿下来 我说我不能拿下来 因为太高了 我们已经租了很贵的 一天一两万美金 租一个叫起重机 用整个最重的车 把它蹭上去 这个起重机 再一接再一接 到六十六公车 你在台北看过这样的车吗 一个车把起重机 一直升到那边 好像一桶一接一接上去 撞上去的时候 那个十字架是三千五百公斤 或者用英国人来讲 是七千七百磅 七千七百磅 哪样重的十字架放上去 他说你要拿下来 因为回教徒会生气 我说让他们生气再说 他说如果你不要拿下来 请你用布把它包起来 我说从来没有十字架穿衣服的 我不要给我的十字架穿衣服 他说你一定要包起来 免得太注目 回教徒会生气 我说我不怕回教徒生气 我怕我的上帝生气 为什么回教堂上面可以放新业 我不可以放十字架 这不是个班扎希腊的国家吗 这不是个尊重宗教的国家吗 印尼的宪法尊重各宗教 现在请你证明 我放十字架上面什么错 政府既然签了准子洗我盖 政府不可以拦住我把世界放上去 后来他说最好这样 我说最好不必拿下来 结果到现在没有拿下来 还在那边 这句话感动了 Westminster一个教授 叫做Scott Olyphant Scott Olyphant知道这个事情 在他的Facebook里面写 在印尼回教最多的国家 全世界最多回教居民的国家 有一个基督教上帝的仆人 勇敢到这个地步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有泛滥吗 不要怕 泛滥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叛亡 叛亡也不至于羞愧 我们最盼的就是盼望结果破了 我们盼望的东西不成功了 这个叫做奢望 盼望终以奢望做结束的时候 你的盼望一定是假的 你的盼望一定是没有果效的 他的圣经告诉我们的盼望 是有根有基的 因为在神的应许上面 神的应许是根据他的承受 根据他的永恒 根据他的不变性 根据他永不后悔的定论 所以他说 我必赐负给你 就这样做下去 老人家说 唐牧师 我住印尼的工作40年了 你每次要做的都是困难的不得了的事 你每次想的都是大的不得了的事 哪里有人像你这样 印尼的基督教已经400年了 没有人建一个礼拜堂像你这么大 奥基尼要政府给你准治 我们等一等了16年 最后准治拿下来 为什么 上帝说一定要给 政府没有办法不给 现在不但给了 建好了 上帝是今天Jakarta的神长 是听我讲到长大的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神的工作 是照着他的意志成全的 感谢上帝